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海参唱片发行 任谁也没有想到 在短短的几天里 这首歌便立刻轰动全台 当时的大街小巷 到处都可以听到这首歌曲 凡是与这首歌曲沾上边的 莫不大发力士 其实当初海参唱片 并不特别看好这首曲子 因此把它放在唱片中的第三首 主打歌是四个愿望 第二首是只要为你活一天 想不到歌迷独具会演 把往事只能回味推向长朝金曲 其受欢迎的程度 比起谢雷的苦酒满杯 姚素荣的复心的人 可说是又过之而无不及 尤雅也迅速在歌坛走红 尤雅本名林立宏 1952年生 台北诗人 万华女中毕业 尤雅出道甚早 在没有灌录往事只能回味前 她已经演唱闽南语及西洋歌曲多年 11岁那年 士林的华盛电台和雷虎唱片 联合举办儿童歌唱比赛 林妈妈拗不过女儿的恳求 瞒着先生偷偷帮女儿报了名 结果榜上无名 原以为与歌唱无缘 谁知道却出现奇迹 原来歌唱比赛当天 雷虎唱片股东之一的吴文龙 正好在现场 她对尤雅甜美的掌音 留下几位深刻的印象 比赛结束后 便邀请她为雷虎观唱片 尤雅的第一张唱片 是闽南语的《为爱走天涯》 推出后受到歌迷的热烈回响 接着 无良心的人 难忘的爱人 更是大受欢迎 尤雅的父亲一向不赞成她唱歌 直到第三张唱片问世后 父亲才知道 女儿瞒着她放学后 偷偷跑到唱片公司练歌 惯唱片 成绩还不错 事已至此 父亲也无话可说 只提醒她要好自为之 初期双亲都认为 女儿可能要在台语歌坛打天下 想不到往事只能回味 改变了她的命运 尤雅在读高一时加入电信核张团 并在统一饭店唱西洋歌曲兼主持人 当时刘家昌在中式主持《每日一星》 由于节目赤稿量大 必须不断挖掘新人 刘家昌曾听过尤雅的歌 对她的声音十分喜欢 除了请她上节目外 并积极游说她灌过一场片 在短短的一个月内 刘家昌为尤雅写了五首歌曲 并且找人为她拍照 找录音室灌唱片 往事只能回味推出后 立刻轰动 尤雅也跟着水涨船高 当时高雄蓝宝石歌厅 特别邀请尤雅前去做秀 一天三场 临坐十四天 结果天天爆满 老板非常礼于尤雅 严明一天表演的酬劳 十四千五百元 而她在统一铸唱兼主持人 一个月也不过八百元 只不过短短几个月 尤雅的身价就不断往上升 乐坏了小妮子 不仅如此 海外华人地区 也被这首浅显一唱的歌曲 深深打动 尤雅顺利地打开海外市场 左道之处五不轰动 当时很多人都戏称 尤雅是吃遍天下的异曲歌星 事实上尤雅唱红的名曲不少 她能够在歌坛走红多年 主要是唱片公司 看到尤雅受欢迎 便不断请了多位知名作曲人 为她写出许多较好又较作的歌曲 除了往事只能回味 刘家昌还为尤雅写了 我找到自己 有我就有你 小雨 情嫣等 假作连连 速度创下国语唱片的销售记录 接着左红元为她做的 为什么春天要迟到 未曾留下地址 彩云飞 蔡荣吉的《心有千千节》 以及《落明道》的《烟水寒》《爱在飞扬》等 都是轰击一时的热门歌曲 尤雅最红时还曾与面貌与她酷似的李亚峰 和演《引南语》连续剧《姐妹花》大手欢迎 成了炙手可热的红星 但是再红的艺人也有褪色的一天 民国67年 尤雅到美国住了一段时间 也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68年底 她回台加盟台视 并推出专辑 唱片《燕而归》 想趁此机会再展雄风 可惜事与愿违 虽然没有再度走红 尤雅却在这次回到家乡时 认识了一位发型设计师 两人交往不到三个月 就闪电结婚 婚后赴美定居 但是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三年 有一个儿子 结束婚姻的尤雅 决定回来重返歌坛 她需要歌迷的支持及鼓励 那是她自由生长的地方 一定可以帮她度过难关 无奈形势比人强 在新任备出下 公语歌坛几乎没有尤雅的位置 于是她转唱台语歌曲 陆续惯了难忘的机场 等无人 吃亏的爱情等 虽然成绩还不错 但已无法与她早年的成绩相比 在台语歌坛唱了一段时间后 尤雅也感觉到实不无语 再唱下去也不过如此 民国八十年左右逐渐淡住歌坛 往日那些掌声 随着往事只能回味 渐行渐远的歌声 消失在无情的岁月里 现在的她表示 自己仍期许爱情降临 表示七十岁再婚也没问题 据了解 曾经是知名歌手的尤雅 投资有道 如今已经是身价超过五千万的单身贵妇 她离婚已经几十年了 近来春风吻上她的脸 公开喊着要征婚 条件竟是财力相当 但年纪不限 期待又是男共仆姐弟恋 而且就算相差三十岁也可以 她更发下好雨 希望七十岁还能丢红色炸弹 尤雅当年以往事只能回味一炮而红 赚进不少钞票 她理财有道 对于房地产独具慧言 三十年前以二十万 卖下台北东区的四十平房子 如今房价翻倍 标上千万 她说感觉对了就买 地点很重要 不仅如此 尤雅在美国旧金山 有两间赌栋豪宅 她买方时都是豪气直接复兴 坚持绝不贷款的投资原则 尤雅在美国的资产 以每栋两千万元价值估计 加上每年海外固定有四五场演出 畅抽能赚进上百万元当零用钱 单身贵妇身价加起来超过五千万 如今的尤雅保养有道 脸上看不出岁月留下的痕迹 常年在美国居住的她 身边竟有儿子相伴 尤雅还向媒体坦诚 其实自己目前和好几位赞美的企业家 都有不错的互动 对方也常听她传福音 那么是当真听福音 还是嘴翁之意不再久 彼此有没有发展空间 尤雅文盈害羞地说 就看上帝安排咯 希望我七十岁还能发喜帖 话虽如此 但事实上尤雅这么多年来也不乏优质男友的出现 只不过最后总会因为种种原因而不能持续下去 2016年时 尤雅即将来新举办演唱会 她日前接受本地媒体访问时 校任西宁请与美国前男友附和并同居 她说 对方是美国华裔 两人三十多年前交往过 几年前重逢再来电 并大方透露 两人目前在美国定居 我们现在是心灵相通 非常有默契的知己 我现在很开心 彼此能互相支持 鼓励和照顾 两人偶尔会一起逛超市 她甜蜜叙述 有一次我男朋友说 我要走在她旁边 我问为什么 她说希望我们永远都走在一条线上 不要一个前一个后 文章将担任尤雅演唱会的嘉宾 两人将会合唱赞与钟 谈到这名老友 尤雅说两人二十多年没见了 很开心能邀请她当嘉宾 原来两人过去 曾一起代表台湾外交部访欧洲 相处大半个月 至今对她的印象是幽默有趣 多年不见再次同台 会否担心感觉疏离 她回答 我觉得会很好笑 跟很久不见的老友再次见面 很兴奋 期待 不知道见面了会不会一直想笑 针对两人当年相处时间不短 却没穿绯闻 她笑说 我们很有默契 但相处像姐妹 当年事业受挫的尤雅 认识了一位发型设计师男友 虽然二人的婚姻 只维持了短短三年 就宣告破局 但她却拥有了一个宝贝儿子 这是陪伴她一辈子的财富 当年感情受挫的尤雅就这样 一边照顾孩子 一边兼顾事业 虽然她付出后的成绩 无法再跟当年最辉煌的时候相比 但还是有不错的成绩 前几年五月中旬时 她还完成了在新加坡西雅图的演出 她还在某年母亲节时飞到纽约 为华人听众献唱 说起自己跑遍天南地北 近半世纪的演唱生涯 尤雅表示 只要站上舞台 心中便充满踏实感 她会一直唱下去 她还表示 自己如今身体相当健康 只要还有一个歌迷 想听自己唱歌 自己就会一直唱下去 也希望尤雅能够顺利找到 自己的真名天子 幸福美满地度过自己的后半生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点赞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